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现在闹得满唇风雨 那个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是说那个人跟服务刺客团有关系 不一定 但不管他们有没有关系 那个人肯定知道 他戴上衫的那个人已经遇害 而且现在朝廷正在全力抓捕凶手 所以呢 所以 我以刺客的口吻 给那二十个武器全都留了一张纸条 威胁他们在今晚五时晨曦见面 所以只有那个人知道纸条的意义 没错 其他不知道内勤的武器 肯定会以为 这是哪个无聊的客人留的纸条 没有银子 他们绝对不会赴约 但知道内勤的那个人就不一样了 不管他和服务刺客团有没有关系 他都一定会赴约 因为他害怕 所以我们只要守住戴错就可以了 没错 殿下快看 他怎么往城郊去了 不是城西吗 曹兰 殿下 你快去找人 我跟上去 好 好 奇怪 他为什么往城郊的方向走 难道说 他收到的不是我安排下去的纸条 而是真正凶手的纸条 不管了 希望殿下能够及时搬到救兵 一定会关系 打开 我为什么它会在救兵 我不要 危好了 我 我 我 那